南投人关心南投市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县政新闻 中台湾区域治理平台这次移师到台中市政府举办 县政府秘书长洪睿智率领县府团队及嘉义士等团队出席参与 并共同签署低碳宗教场所宣言 启动竹苗中张头云家低碳宗教场所认证标章 为中部空品防治展开新里程 随后齐县市首长前往文新森林公园 为2020台湾灯会复灯区一起点灯 中台湾区域治理平台21号在台中市南投区大兴国小登场 由台中市长卢秀燕主持 卢市长表示 今年齐县市治理平台成效良好 执行成果工作将未来合作更为紧密 而幸福秘书长洪睿智 设定幸福团队签署低碳宗教场所认证标章 为中台湾空品防治迈出重要的一步 我们是交通的共同体 我们更是环境生态 以及包括教育的共同体 所以我们中部七个县市政府 必须紧密的合作 我想我们从小处着手 从大处着眼 那这个部分我想我们在这个中部地区 这个减低空气污染的方面 是非常正确的一个工作 希望我们大家共同努力 洪秘书长表示 南投县是宗教宫庙大县 密度居全台之柜 引起县府对宗教减退 降低空气固冷相当重视 于三年前开始推动 低碳宗教场所工作 呼吁宗教场所自主落实 减箱 扫金纸 扫冰炮 目前已有40个宗庙获得低碳认证 我们南投县也是宗庙的这个大县 我们曾经统计过 我们的宗庙的个数 除以我们的人口 大概是密度 全台湾是第一的 那所以我们对于这个 宗庙的减少空气污染 也非常的重视 三年前我们就开始 执行这个宗教的 这个减碳的一个活动 那希望宗庙能够减枪枝 减金纸 减鞭炮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目前已经有40个宗庙 已经获得了这个低碳的一个认证 今年的台湾灯会在台中市举办 与会后 独市长也邀请优胜市首长 前往文行圣灵公园 2020台湾灯会复灯区 一起为同时乐园点灯 展开为期65天的台湾灯会 即开活动序幕 记者陈光佑 台中市采访报导 下场最后宗庙 我们下场最后宗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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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场最后宗庙